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土豆一切为二 然后用片刀法将土豆披成薄片 与一般切法的不同在于 用片的方式 土豆丝会更细 这样若火力足够的话 快速爆炒可以保证土豆丝的爽脆胆 饭店操作时 可以用爆片机爆成薄片后再切 效率更高 家庭操作时 若有爆片刀 可以将土豆爆成薄片 然后再切成丝 当然 往刀上推也可以 根据自己的习惯选择 切好的土豆丝要泡在水中 防止土豆变色 接着要用水清洗 洗去多余的淀粉 让土豆丝更加爽脆 洗好的土豆丝 还是要放在水中浸泡 烹炒前 再用烧鸡瀝去水分 另外 需要切一些葱花 红椒圈 再将豆瓣酱剁碎 备用 再准备一些花椒 用于增香 炒锅上火 加入适量的油 晃锅 让其均匀地布满锅底 先下入肉末 煸散 炒熟 下豆瓣酱 炒香 炒上色 放入花椒增香 再加入糖 中和豆瓣酱的咸味 肉末炒透后 加入土豆丝 翻炒 炒均匀后 放入红椒圈 盐和鸡精 最后淋入少许白醋 增加香味 及土豆的爽脆度 出锅前撒上葱花增香 即可 拔开土豆丝 中间一点水分也没有 这样才会让土豆更爽脆 香喷喷的土豆丝出锅了 品尝一下 品尝一下 土豆丝 土豆丝鲜香微辣 爽脆利口 的确不同寻常 水分也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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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入楼下